一个人在中国杀人放火就得接受中国法律的制裁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巧取豪夺 那只能诉诸国际法 但是看到世界的纷乱局势 看到种种违法行为得不到制裁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发出疑问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Q一只侧纸区的up主 国际法和国内法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对于一个人来说 遵守国内法是强制的 也就是说 你是中国人甭管在哪都归中国政府管 这叫属人管辖 你甭管是哪国人 只要到了中国也归中国政府管 这叫属地管辖 我的地盘听我的 你不能说我比较喜欢刑法 我遵守刑法 个人所得税法我不太感冒 以后我就不交税了 这肯定不行 但是国际法不是这样的 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说得很清楚 国际法院用什么来作为裁判依据呢 不论普通或特别国际协约 确立诉讼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条者 什么意思呀 一个条约 只有当事国认可了 才可以作为判决依据 这在国内法语境下是不可想象的 就是说呀 我只有自己签字同意 杀人犯法 法院才可以在我杀人后对我进行审判 换言之 一个国家遵守国际法 本身就是自愿的 因为它如果想不遵守某项国际法 只要不加入特定条约就可以了 比如中国没有在罗马规约上签字 也就不接受罗马规约所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甚至我加入条约还可以声明保留 保留条款也对我无效 换言之 我接受刑法 但是对故意杀人罪声明保留 那你就还是不能判我故意杀人 那如果我什么都不加入 岂不是天下无敌吗 所以我们今天就简单介绍一下 这一条两条国际法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各国要主动加入它 国际法的来源有两种解释路径 罗马哲学家西在罗说 法律是自然的力量 是明理知识的智慧和理性 是正义与非正义的尺度 这就叫自然法 中世纪的神学家进一步加以阐释 那就是上帝为万物立法超越实证规则 那不要搞那么抽象 就是说自然法的实质 就是一种普遍的理性 也就是所有人类内心深处 共同认可的道德标准 再直白一点 普世价值 早期的国际法学者将自然法这个概念 在国际法领域发扬光大 比如格老秀斯说 有什么东西是大家共同认可的呢 比如不抢别人的东西 说话要算话 打坏别人的东西要赔 诸如此类 另一波法剧家认为 这一些东西还是太抽象了 国际社会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 所以说一千到一万 国际法或者说国际规则 还是要基于国家的同意而产生 所以国家权威是最客观和可见的国际法效力的来源 当然即使是第二种法学家 他也承认有一些基础规则 比如说有约必守 签了条约要认账 这是普世的基本道德 否则根本无从判断国家是否同意 那问题又来了 国家为什么要同意一大堆限制自己的条约 打个比方 对战争进行限制的日内瓦公约 大家猜猜有多少个国家加入了 我经常看评论区说 都打仗了 还谈法律 UP主太幼稚了 实际上这个战争法不是我写的 也不是有一群学者研究出来的 更不是古特雷斯一拍脑袋决定的 他是各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打完二战后谈出来的 现在所有193个联合国会员国都加入了 甚至连教皇大人都签字了 所以我一直说 战争法是非常现实主义的 它不是说你不能打仗 而是说你打仗的时候注点意 因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就像毛主席说的 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 剥夺敌人的抵抗力 而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 所以为什么战争法限制杀死战俘 因为我俩打起来 你杀我的战俘 我杀你的战俘 等打完仗发现 一代人都打没了 其他国家坐在旁边吃瓜 看着我俩笑 你不杀 我不杀 打完仗 交换俘虏 还能把住宿费 伙食费结算一下 所以为什么 跳伞中的空降兵可以杀 飞行员不能杀 因为空头是空降兵作战过程中的一部分 跳伞是飞行员放弃战斗的一部分 而且飞行员很贵 凑齐11个活蹦乱跳的美国飞行员 可以换一个前学森 所以为什么国家要同意被限制 因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当然 80年前 这些将军元帅打的是二战 他们想限制的主要是三战 他们没想到 后来三战没打成 内战天津打 还有各种反恐战 城市战 参与战斗的 也不只是陆海空军人 还有商业雇佣兵 AI 无人机 法律的发展 具有滞后性 所以现在战争法的很多内容 也需要继续更新 战争法在国际法里面 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小的门类了 毕竟我们可以想一想 是战争多 还是国际贸易多 那肯定是国际贸易多 虽然有很多违法的案例 但有更多国际法 其实大家都在持续遵守 我打个最简单的比方 一千克是多重 一千米是多长 为什么中国的一千克 和英国的一千克 是一样重的 这也是国际法 1875年米制公约的规定 你坐飞机的时候 航空公司把你的行李 搞丢了要赔钱 这是1929年 华沙公约的规定 和外国人做进出口生意 离不开1980年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甚至当年中国制定自己的合同法的时候 就受到了该公约的很大影响 至于邮政行业 那更是处处国际法 否则凭什么你在中国邮局 买中国邮票贴上去寄给美国地址 美国邮局也帮你投递呢 所以有句话叫 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几乎所有时间 遵守国际法的几乎所有原则 和几乎所有义务 这就是为什么 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才能上新闻 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呀 可以说每一天都在遵守国际法 所以规则 不一定要有一个万能和强制的执法者 很多时候 大家出于互惠的原则 就会主动执行国际法 中国现在不算双边条约 已经加入了差不多300个国际公约 这都是咱们主动的 在联合国备案的多边条约 有差不多五六百个 至少有一半 我看你都没听说过 只能说 随着全球化 已经渗透到所有人的日常 连朝鲜这种相对封闭的国家 也不能免俗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 比如一些单边贸易制裁 比如武装冲突中 对平民的恶意攻击 这种行为确实是存在的 甚至不能说很罕见 他们当然也是违反国际法的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说 我不仅想知道国际法是怎么来的 我就想知道我是怎么没的 我们刚才说了 各国愿意遵守国际法的很大原因 在于这种遵守本身是互惠的 如果是一个黑暗森林 完全无法和其他人交流 那只能先下手围墙 但是国际法提供了一种规则 让各国可以尝试通过合作实现共赢 然而一旦有国家觉得 自己被人赢了两次 吃亏了不干了 国际法又确实缺乏强有力的机制 进行制裁 确实我们有按理会 但是武偿可以一票否决 我们还有国际法院 但是国际法院一年的预算是多少钱呢 大家也可以猜猜看 把公平打在答案上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年度预算 是五个亿 这不少了 像珠海市人民法院 一年也就七千万 朝阳区不愧是人称小联合国 国际法院的预算是多少呢 三千万美元 折人民币大概两个亿 考虑到荷兰海洋的物价 消费力是大大不如的 看来联合国以后可以号称小朝阳 但这也不奇怪 国际法院2021年的编制 总共是117个职员 而朝阳区人民法院有编制的干部 有679位 区区100多号人 想解决世界各国的所有法律争端 有点难度 除了强制手段 法学界也有所讨论 羞辱是不是有效的方法 比如违反国际法行为的曝光 是否会对国家政权 或者政府领导人的声誉 产生负面影响 说白了 国家要脸吗 目前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 但可以说 人不要脸则天下无敌 这也是国际法 有时候没法贯彻落实的一个问题 但是话也要说回来 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国际法 一个威力无穷的国际法院 一言九鼎的古特雷斯 我们愿意接受吗 可能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 都不希望头顶上还有一个万国之爹吧 这也是人之常情 所以总而言之 国际法的基础是各国的同意 国际法的价值在于提供了 国际交往的基本运行规则 国际法的互惠特质 决定了它的有效性 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 又导致一旦国际法被违反 弱势方缺乏有效的制裁手段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还是有很多国际司法机制可以利用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可能比起看安理会的热闹有点无聊 但是一方面 我们这个还是测纸区up 国际法科普还是要尽量搞 另一方面 我觉得做一些基础的科普 更有助于大家更好的 品鉴联合国的瓜 当然大家可以放心 会议解说也是一直会有的 我是小Q 我们下期再见